重鋪薄油讓路面平整 絲毫不差 道路旁的一草一木 都得重新固定 山頂螺絲小心翼翼 台中市鎮路煥然一新 就是為了9月28日 登場的極速運動 國際封街賽車展演 唯一一條街道提供 成為賽道整備工作 已經到最後的驗收 車手的安全 群眾的安全最重要 市長盧秀燕親自視察 各局處一一簡報 因為這場國際賽事是亞洲唯一 3萬張門票一開賣就秒殺 可見比賽展演的精彩程度 全府總動員各個局處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們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 台灣第一次需要符合國際標準 是台中市這幾年以來 最嚴格的一次 國際封街賽車展演 當天啟動無人機全面管制 市府寄出1500名警力 是史上最多 還規劃防彩踏小組 超前部署讓賽事場地的安全 滴水不漏 記者黃莫俊 台中報導